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呢会分享几种典型的云上架构 接着会重点介绍如何迁云 最后是分享几个案例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迁云这种业务诉求的产生 营迪虽然我们都知道主要是有三大形态 分别是专有云 混合云和公共云 那么在研究RedScale161718年的三种云形态的使用调查报告之后 发现了一个趋势 就是用户使用云形态的占比逐渐靠右靠拢 什么意思呢 就说是专有云的份额在逐年的降低 共云的份额逐年再增高 而且从我们接触的客户来看呢 几年前他们可能会去问 哎 为什么我要去上云 上云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么到现在呢 客户问的更多的问题是 到底该上哪家云 该怎么上云 所以基于此呢 我们认为公共云呢 已经慢慢的像水电煤一样 被广大的客户所接受 它呢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的IT基础设施服务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 主要原因是公共云真的能够帮助客户 解决传统IT的问题 并且带来很多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益 那么还是根据RedScale2017年的报告 那么它列出了业务牵引上云的收益Top10 首先第一呢 是更快的访问基础设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客户如果说想要有新的资源使用 比如说他想买一些服务器 那么他在网上支付订单呢 就可以快速的获取所需要的资源 不需要传统IT招标下订单 到货安装调试等等 几分钟他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么这就是所想即所得 第二个呢是更高的伸缩性 高峰期的时候呢是按量购买 再大的负荷呢我都可以能够满足 那么高峰期过之后 我可以马上把资源删掉 不会多花一分钱 就是招之寄来挥之寄去 第三个呢就是可用性 因为云计算无论是从机房供电散热 还是从产品的一个设计上看呢 都是比用户这件机房会更高 主要体现在几点 第一个是云计算的机房天然是具有多可用区的 也就是说我一个可用区挂掉之后 其实还有其他的可用区的机房 能够照样承载你的业务 第二点呢是数据呢是多负稳的 也就是说是任何某几台服务器的故障 绝对不会造成你数据的丢失 还有他可以设置自动的一些快照 备份的策略 同时呢数据库默认都是具有HA的 网络也是有BGP属性的多线互联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呢 我这里就不多介绍 那么用户如果说是想体验公共云的一些优势 他们就会想 我该怎么样把我的数据迁移到云上呢 那如果说是有些客户想体验阿里云的产品的优势 他也可能会把他的业务软件从其他云厂商迁移到阿里云上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比如说他涉及到公司的合并啊 比如说是收购啊 那可能他有些资源是需要跨账号的一个整合迁移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 这个迁移上云的几大场景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先了解一下阿里云有哪些主要的产品 其实阿里云是有一百多款种产品 那么这里主要介绍的产品呢 其实都是跟初次迁移所相关的 所以说不会那么全 那么我们综合来看呢 凡是你在传统机房里头能够看得到的硬件盒子 或者说在服务器里面能够用得到的大多数的企业级的软件 在云上都有对应的产品 比如说负载均衡 在云上有SLB 服务器存储 那么在云上有对应的ECS 那么像Hadoop Greenplum 这些大数据的平台呢 在云上有Max Computer 还有E-MapReduce 这些产品 像我们一些数据库 比如说是Oracle的 比如说是Massacle的 那么在云上也有对应的一些数据库的产品 当然甚至还有些企业总线呀 消息对立呀 那么我们在云上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产品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呢 这些所有的产品呢 都是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的 那什么叫服务的形式 所谓的服务就是说是 我可以直接在控制台里头 购买 部署 就不需要额外的一些人工的安装和调试 而且呢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所有的这些产品的使用管理配置 都是在一个界面来实现的 那么在传统RT 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厂商 那么这样的话 它其实使用起来还是兼容性 包括管理性 这边还是没有办法跟云上来进行对比的 那么甚至有一些高手呢 还可以通过写JSON的代码 来实现在云上资源的快速部署 它都不用点鼠标 写好代码之后 自动就可以生成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环境了 那么正是因为有足够多的这些产品 而且这些产品也会非常方便的使用 所以才能在云上支撑各种不同的业务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在云上有哪些最经典的架构 这些架构是怎么样来支持咱们的业务系统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个稍微复杂的一个架构系统 其实它也不复杂 你分开来看 其实它有三大块 第一块是OLTP 也就是所谓的实时交易 你可以说是生产系统 还有一块是查询服务 就是query 就是一些查询类的一些服务 第三种是决策分析 OLAP 它是用来进行决策商业的一个智能服务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OLTP 首先OLTP就是我们的业务支撑系统 那么它是首先是由前端的这个SLB 提供这个DNS的一个域名解析 通过它呢 可以提供对外的一个访问的公文IP地址 那么所有的流量通过它之后呢 就可以非常均衡的下发大到后端的这些web服务器上 那么通过SLB呢 可以实现web服务器的集群部署 那么这样的话呢 既可以实现性能的扩展 也可以实现可靠性的保证 当有压力的时候 web服务器就可以谈谈谈 就是谈很多台 那如果说压力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它可以缩减到一到两台 那么通过web服务器之后呢 就会把一些这个业务的逻辑处理呢 再交给后端的应用服务器 那么应用服务器其实也是通过 这种集群的方式来进行部署的 那么具体这些应用服务器来跑什么呢 我这边举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人 游戏来讲吧 比如说你开了新地图 得到宝藏了 打了一个怪兽 拿到一个绿装 然后你在跟别人进行PK的时候 给对方造成了几百点的伤害 那么其实这都是一些业务的逻辑处理 那么这些逻辑的处理呢 都是要靠应用服务器来去跑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呢 是用来存放一些持久化的一些数据 比如你的账户名称 你的账户名称 你的账户有多少钱 然后你账户里的角色是 是有什么样的属性 对吧 敏捷呀 什么属性几个点 然后包括你的好友的列表 什么这些都是一些持续化的数据 当然也会包含一些 你交易订单的内容 比如说你购买了什么装备 你卖出了什么装备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查询类的一些服务 那么查询类的服务 同样它的入口也是SLB 然后呢 进入到一些查询服务器里头 那么查询服务一般会有哪些呢 就比如说还是拿游戏来举例啊 比如说你想查这个吃鸡全球套普排名 其实是一种查询类的需求 比如说你想查你的账户里头 还有多少钱 你的历史订单啊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查询类的服务 那这些服务其实很多时候会占用大量的这个后端资源 比如说它会增强数据库的一些这种并发 那我们一般正规的这种比较成熟大型的企业都会把查询和生产分开 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说它可以有几种做法 第一种是可以通过这种缓存的方式来实现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玩游戏吃鸡的排名 其实那个查询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它要实时去更新 那么它都是用缓存服务器来实现的 就是这里的OCS 同时还有一些这些数据是几乎不太可能发生变化的 那么它可以放到OSS存储里头 或者说那个OTS大表的一些数据服务里头 在这里头你也可以去查询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它核心OLTP生产库的一些压力 而且让你查询的速度会非常快 当然如果说真的是查询挂掉之后 其实也不影响你的主的一个生产库 那么第三类服务就是OLAP 就是我们所说的决策分析 就是我们所一般对外讲的什么商业智能 BI什么这些 那最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卖饮料的一个厂商 想知道今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 我的某一款饮料在华北地区的每几个主要的城市 分别售卖了多少件 然后它的平均价格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你可以理解它有点类似于查询 但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决策分析的一个东西 就是查询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业务人员来去判断 这边这个产品这么受欢迎 我是不是需要加大这边的一些投放 那另外一个产品在另一个区域 它可能售卖的不是特别多 它的受众群体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 在办公室经常坐在办公室 然后年龄是在25岁到30岁 然后一般它的收入水平是什么什么样 这些其实都可以来帮助它来进行这个产品生产的一个决策 那这些这些这些业务呢 就是同样它是怎么做呢 它是首先是有一堆的这个ECS的服务器 就是BI服务器 将它历史的数据和正在产生的数据呢 全都放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平台里头 比如说它可以将那个ECS上的日制数据放进来 可以将我们生产库的数据库里的服务器 数据库里的数据收上来 还可以把这个查询的这个数据也全都收上来 然后统一汇总到我们的这个ODPS 也就是MaxCompute的数仓大数据分析平台里头 来进行各种大数据的分析 然后呢处理完之后再产生一些实际的结果 来指导这个业务的一个决策 所以说这就是总共是有三大类 我们可以综合来看的话 第一类是业务支撑 也就是我们的OLTP 第二类是查询服务 就是query的服务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决策分析系统 那么任何企业百分之百都是有ALTP的 就是他有业务支撑的 他不一定有 他不一定有那个决策分析 可能查询服务也做的比较小 但是他一定是有那个ALTP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里头 其实还会用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是消息堆裂呀 日志服务 那么消息堆裂就是典型的 不同应用之间相互通信 可以通过他来去做 那么日志服务其实 是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这种日志 这个搜集处理和查询的一些功能 OpenSearch 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电商场景的一个 一个查询的一个工具 OS就是一个归档了 那就是有一些历史的数据 可以把它归档下来 所以说这里呢 就是把一个企业内部可能用得到的一些 一些这种场景和包括对应的架构 全都立了出来 那么下面看一下 一些更加细分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架构 首先是内容和媒体服务 内容媒体服务就简单了 比如说你上优酷看视频 还有一些新闻的网站 然后还有一些点播的一些这种一些平台 那这些的话呢 其实它的架构就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呢 还是前端是有一个云解析 云解析就是说 当你输入www.yoku.com的时候 它会来去解析 你这个访问的请求是从哪里来 它为了你的这个访问的优化呢 它会比如说 我在杭州 然后我去访问yoku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我这个路由到 这个杭州这边的一个CDNA的一个节点 比如说我看一些最热门的一些电视剧 那么这些电视剧其实都是通过CDNA 先把这些电视剧已经影片缓存到这里 然后就进分发给我 当我看到看一些冷门的一些这个电视剧 然后CDNA里头没有的时候呢 它都可以向后去回源 回源呢 可以通过OSS存储里头去回源 也可以去那个ECS服务器里头去回源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一个视频点播和直播的系统 那么视频点播其实它是一个一个服务了 其实它是综合了音视频的上传呀 转码呀 媒资处理呀 分发啊 这种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打包的一个一个服务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很让让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视频的这些上传处理啊 就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内容和媒体服务的一个架构 那么再往下的话就是一个外博应用托管啊 其实外博应用托管的话呢 它这个架构适用的面非常非常广 80%到90%的架构 其实都跟跟这个长得很类似 比如说你有一个小的网站 还是你说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电商 其实架构跟这个都大同小异 第一开始还是云解析啊 云解析就是通过解析你的域名 得到你的IP地址 然后有些静态的内容通过CDN 来去给你给你去就近的提供访问 那如果说是发现没有的话呢 那就可以向后端静态的OSS去请求 然后通过SLB 那么这里的SLB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对外统一提供集群服务 第二个是它可以能够增加 你后端服务器的一个可靠性 然后呢通过SLB之后 到了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呢就是以多台的一个集群 通过ESS就是我们弹性伸缩 这个产品来实现动态的扩展和减少 然后呢再往后就是应用 服务器 最后呢就是一些数据库的一些服务器 那么数据库的服务器也是分为主备的 这样的话有任何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 那个数据库的服务器都不会当掉 业务都不会停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web应用托管的一个架构 那么这个架构其实你可以推到很多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是政府的网站 学校的网站 然后还有一些大大小小一些提供类似于web服务的一些系统 都可以都可以用这个参考这个架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是web日志分析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我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个就是OLAP 那么它是怎么做呢 首先呢它是通过这种在第一个是在web服务器里头它会部署一些小的一些那个代理 那么这些代理呢是可以搜集一些数据的这些日志 然后把它存放到OSS里头 第二呢是可以直接将RDS也就是我们数据库里的数据 通过工具拖拽到我们的这个日志分析集群也就是EMR集群里头 那么综合这两个呢就可以就可以创建一个大的一个数据分析了 这样的话这个日志的分析师数据的分析师就可以通过这个集群可以对咱们的这个日志进行分析 比如说我这个网站啊什么样的客户端访问的最多是移动端最多还是PC端最多是安卓机多还是苹果机多 那么苹果的话有分为几代对吧苹果7苹果8对吧 还有包括啊哪些页面点击的呃最多哪些页面他停留的最最好 这样的话呢有些热点的一些页面呢我可以让他的这边打广告的费用会更高一点啊 他就可以做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啊就是来访客户的一个行为的分析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架构啊 那下面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融栽的一个架构 有很多客户他可能在本地机房是有一些呃设备的啊 那么他依靠公共云呢就是想做到一个融栽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里可以介绍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他是通过专线啊将云下和云上进行网络的打通啊 然后呢再通过那个storage gateway也就是我们的存储网关 将他对应的这些数据呢都备份到云上的OSS里头啊 那么如果说真的出现故障的时候呢 他可以在云上快速的创建ECS的机器 然后识别OSS里头一些备份的镜像 然后同时RDS呢也可以去识别OSS里头备份的一些数据库的文件 然后快速的把这个系统就搭建起来啊 可以减少它的一个停机的时间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的栽培的一个一个需求 但还有一些客户 比如说他想要一些这种高可用性 就是我一分钟都不能停的 那么阿里云的话其实前面也介绍过是有多可用区的啊 所以说他是天生具有高可靠特性 很多客户可能他用用到我们这些特性了 他已经做到高可靠了 但其实他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啊 那么主要是依托于三啊 应该是呃四大类的一个技术 第一个是多可用区的SLB 就我们现在对外售卖的这个负载均衡产品 默认都是多可用区的一主一辈啊 你买的时候直接就你可能点下来就只有一台 但其实他背后有两台 当任何有一个故障的时候 他会自动切换到另一台这个负载均衡里头 然后同时SLB后端是可以跨一个ECS集群的 那么这个ECS集群呢是可以跨可用区的 也就是说我在A可用区放一台 B可用区放一台 平时这两台都在正常的工作 然后有故障的话呢 就是任何一个可用区故障之后 我的业务都不会停 然后最好下的话就是数据库 那我们的数据库 目前在云上的这个托管的数据库 阿里云上都是大部分都是默认是HA的 也就是一主一辈的形式 有任何故障的话呢 其实他可以进行自动的一个切换的 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 数据是两边是相互同步的 这样的话你就不担心你的数据会丢失 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想做到两个地域的一个高可靠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很丰富的一些工具 可以让你实现就是就是在杭州的阿里云的机房 和在上海的阿里云机房做到一些高可用的特性 那么我们了解完在云上的一些基本的架构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来去看一下一些迁云的一些基本的方案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迁云的一个基本流程 这里我们先主要是分几大类 第一类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前期的一个系统的评估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你要去评估和分析这个系统之间的依赖关系 你优先要签哪些系统 然后其次哪些系统是最后再签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对这个数据的要求和类型做一些做一些排查 然后要梳理你本地的一些RT硬件的一些基础的架构 在你梳理完你的一个系统之后呢 就要针对你当前的环境做一个上云方案的设计 因为这也涉及到你的应用要上云 你的数据要上云 如果说上云之后对你的应用会带来哪些 就是带来哪些新的一些变化 那么你的应用可能需要做适当的改造 然后你的数据存储的方式会不会发生变化 这里也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设计 那么当你确定好这个设计的方案之后呢 剩下做的就是一个上云迁移了 那么迁移的话呢 就是还是分很多种类型的 就是你要求允许停机时间越短 那么你迁移的难度就会越大 就比如说我要求一刻都不能停 那这是迁移难度最大的 当然还有些我说停一个星期停一天也没有关系 那么这时候又是另外一种迁移的方式 所以说在进行上云迁移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排期 然后在这个排期中哪些应用要涉及到改造 你要好好的去做改造 然后整个迁移的过程中要持续的进行就是验证 如果说真的有出现什么问题之后 要记得你有后路可以再回滚回来 那么在正式迁移完之后呢 就是要对一个生产环境的初期验证了 就是说要第一架构运行正常不正常 我的性能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 那么还有一些业务软件 比如说客户要用的 他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最后呢 就是遇到一些这种实际的一些问题之后 可能还要综合几方来去排查一下 等到真正测试OK完成之后 老的系统就可以去下线了 最后呢就是有一点可能大家不是特别重视的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系统的持续的运维 因为你如果说是从云下圈到云上之后 你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么你的员工可能原来都是云下的专家 但是接触到新的云计算之后 他会发现 我老的这些运维方式不管用了 那么我要学习一些新的一些管理工具 这时候你要针对公司的员工进行运维的培训 让他学会怎么样去监控 监控怎么样去进行事件的管理 怎么样依靠云来进行配置优化 因为综合来看的话 你数据如果业务迁移到云上之后 你的运维的难度会下降 但是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运维的功能 如果说你想体验的话 还是要去学习的 这就是大概一个迁移的过程 那么同时在每一个环节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需要参与的角色 这里再标识出来了 方便大家去做一个实际的参考 因为迁移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服务商客户和原产商 相互配合协作 就是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 在我之前迁移的这个过程中 会发现迁移这个本身 这个技术难度不大 主要的难度是 有没有一个好的TM 有没有好的一个项目管理者 能够统领整个项目的运行 协同客户厂商和我们的服务商 一起来服务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下面我这边会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在各个环节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 第一个是系统的调研 那调研的话就是我们先分几大块 首先是系统的一个基础的架构的分析 在这里的话 你首先要至少你的硬件架构 你要有一个对应的一个TOP图画出来 用了什么网络 用了什么负载均衡 用了什么硬件 然后它的TOP图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里如果说用到一些实际的企业软件 我的中间件是什么版本的 然后我的集群是靠什么技术来实现的 这些都是要做一个系统的一个分析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业务的一个需求分析 其实系统业务的运行状况呢 状况包括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是决定了你这个迁移的优先级的 往往在迁移的过程中 都是先把跟核心业务不相干的一些外围系统 先迁到云上 然后呢 再一步一步的往上进行迁移 所以说这时候你要对客户的一些业务 相对来说要稍微了解一点 那这里就比如说要求你对 有哪些主要的业务 有哪些外围的业务 然后这些不同的业务 还有不同的用户 对数据的一个CRUD使用的矩阵是什么样的 这里解释一下 什么叫CRUD的使用矩阵 意思就是说是 你的业务要 因为是信息化的产生一些数据 那么就会对数据有一些创建 就是create 读取 read 更改就是update 然后那个D就是delete 这些创建读取更新和删除的标准动作 我举个例子来讲吧 比如说你们公司 有一个销售 就是跟一个客户去聊 促成了一个生意 客户呢 下了一个订单 那么这个订单的创建过程中就是create 就是创建的这种订单 然后销售说 销售看到这个订单之后 结果发现这个客户买的东西比较多 他为了能够让他快速下单 说我给你给个折扣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update 就是他把那个订单的这个价格改了 然后update之后发现这个折扣给的好像有点深 那么需要老板去批复 然后就转给老板 老板也读取到这个合同之后 发现这个折扣给的太低了 公司都没有利润了 不同意 那么这个订单就删掉了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整个这个业务过程中 就涉及到CRUD这个过程 然后在迁移到云上之后 还会涉及到我的用户体验到底怎么样 我的访问 网络访问会不会更快 然后我如果说是内部用户去访问云上 我怎么样能够保证速度又好 然后安全性又更高呢 因为以前是在云下期房 对不对 大家都是死亡 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跑到云上了 有没有些好的解决方法 然后可用性啊 扩展性这些都是都是最基本的 接着就是数据库 数据库我这个不就多讲 相信大家都知道 无非是那几个 一个是什么引擎的 我的空间是多少 数据量是多少 我的一些性能的一些性能的一些压力啊 在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下 数据库的性能评估千万不能依靠硬件啊 因为我们一般线下的这些数据库 呃 其实都是一般用的服务器的配置都很高啊 但是我曾经登陆过十几家客户的数据库服务器 发现他那边压力其实非常小啊 我们这边进行评估的话 就是拿QPS和TPS进行评估就行了啊 然后你用这个数据会发现哎 我有时候很多客户在云云下可能用了一些啊 四路的好几十万的服务器到云上发现哎 用个两核四季的数据库服务器完全就够了啊 这就是因为他其实之前的性能是大大的超配了啊 同时也要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的数据库要涉及到易购 那么我的这些呃 这些语句啊什么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兼容啊 啊最后就是一些数据的备份的需求啊 比如说有容灾的需求啊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大数据啊 那么我这大数据的话对这些数据的查询啊 采集啊啊啊有没有好的一些工具能够做一些替代 就是系统的调研 那么下面呢还就是一些那个方案的设计啊 也就是说我到云上啊该采用什么样的产品啊 那么一般迁移到云上的话呢 我们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原则的 就是能用现成的服务就不要用产品啊 能用云上的现成的产品不要用自己去去构造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呃像有些服务是本来就有的啊 比如拿最简单的像有邮箱啊 阿里云云上有阿里云邮箱啊 它是一个服务你就不要自己去搭那个自己的这个邮件系统了 对吧 然后能用产品呢就尽量不用不用自己自己自己做的东西 就比如说阿里云上有有托管的数据库 那么你就没必要自己在ECS里头再去装数据库了 对吧 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运维成本也比较高 而且使用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 那么选定好产品之后呢 就是对应的要要去设计好在云上的一个架构 你在云云上要留对应的网络拓扑图啊 这个基础的这些产品的一些拓扑图 就像我前面介绍的那样啊 然后最后还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在云上 你要注重你的安全特性啊 你的安全性怎么保证啊 外部防护外部的这些安全攻击我怎么防护 内部的人员的审计我怎么去做 那么这些在云上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啊 最后还有这些数据啊 我在数据到云上之后 我的容量啊 然后我该使用什么样的迁移工具啊 然后我的数据库怎么样做备份容灾啊 这些都要去考虑得到 那么下面呢 就是给一个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啊 产品选行的原则啊 我们我们从左到右来看啊 首先分两大类 系统如果应用如果上云的话 是直接上云还是改造上云 直接上云 其实说白了就是直接 我线下用的是虚拟机 那我到云上还是用阿里云的ECS 就是ECS的服务器 这个比较简单 我性能高的话 我就是用那种本地磁盘是SSD的 CPU多配点 内存多配点就可以了啊 如果说性能要求比较低 像一些外部服务器啊 甚至一些什么OA的服务器 其实对性能要求很低 那么我直接是买那种小规格的 然后磁盘是那种高效磁盘的就可以了啊 这是最简单的 直接上云 第二种呢是改造上云 改造上云的意思就是说 呃 我如果说有OLTP的类型 就比如说我有那个交易类的 那交易类的话呢 肯定是有数据库的 那么数据库的话呢 就是就可以用RDS 那么RDS呢又分很多种标准的RDS 也就是ROPS小于1万 然后数据量小于2TB的 其实890%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场景的 那么这个场景下 你直接买个RDS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有些对性能要求比较高 ROPS要求比较高 那么我们可以加OCS 就是加缓存啊 然后甚至对有一些还可以做读写分离 就比如说我的查询量非常大 像电商就是最典型的 我可能看了一上午 查了一上午 然后最终花了两分钟下来订单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读写分离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就可以把大量的读请求 就是查询请求分离出去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那个交易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你这边可能有 比如说像12306这种规模的这种需求 那么这个可能要做分库分表了 就是我们的DRDS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再往下看是OLAP就是分析类的 分析类的话如果说是小规模的话 还是用RDS就是普通的这种观型数据库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对于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实时的分析 我们推荐你用ADS 也就是阿里云的AnalyticDB 这个产品可以帮助你来进行实时的一个分析 你可以看它的规模都是大约100T的 延时都是在百毫秒以下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内容管理师 说白了就是一些文件 就是一些视频呀图片呀 需要找个地方去存放 那我们就推荐你用OSS就行了 就是那个对象存储 它的好处就是性价比很高 而且安全性很高 最主要的话它的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比较便宜嘛 所以OSS 然后对于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场景 如果是海量数据离线分析的 就是做这种离线分析的 然后我们推荐你用云上的ODPS 也就是我们的Max Computer 来去做一些PB级的一些离线计算 那如果说针对于一些并发非常高 而且要求进行实时查询和分析的 我们建议你用OTS这款产品 它的规模是一般是100TB以上的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产品的选型呢 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个图来去做 那么讲完我们这边那个 这个迁余的一个规划之后 我们下面看一下具体可能会涉及到哪种 哪些迁余啊 我们根据基础设施来分类的话 会有三大类 第一个是服务器的迁移啊 也也常见的这个就是应用迁移 因为应用是装在服务器里头的嘛 然后还有是存储文件数据的迁移啊 比如说像那个文件系统啊 NAS呀啊 像一些这种规档的数据呀啊 这些来迁移 第三类呢 就是核心的数据库迁移啊 就是我的数据库迁移 也分很多种类型了啊 离线的在线的啊 同购一购的啊 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迁移的一个服务目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啊 其实就是更加细致了啊 这里我就不多讲啊 后面的章节呢会有其他同事 针对于网络数据库存储和应用这方面 会有更详细的一些架构的设计 还有一些迁移的一些要求啊 那么好了 我们下面接着来去看一下应用怎么来去做迁移 我们这里的应用讲的就是云服务器的ECS啊 那么我们的应用迁移一般都是通过镜像的方式去做的啊 也就是说无论你以前是用的是什么虚拟化的平台啊 无论你以前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其实它都可以去打包成一个镜像 然后呢 镜线上传到阿里云上啊 就可以实现了 那这里我们支持的虚拟化平台其实有很多的 VMR的啊 HyperV的 KVM的 Zen的 操作系统是分为Windows的和Linux 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唯一的就是可能一些非常小众的小型机的操作系统 Unix操作系统 这个是不支持的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那么也可以支持从其他各个云厂商的啊 国内的云进展场上 国外的云进展场上都可以支持迁移 那么迁移的方式呢 有三大类 第一个是阿里云自己提供的一个官方的迁移工具 第二个是你自己去做镜像导入 第三个就是一个镜像工具 我这里推荐的是叫Packer 也是我们阿里云推荐的一个镜像打包工具 然后第一种是我们阿里云的官方工具 那么这里是阿里云自主研发的一个 那么它是可以帮助你生成镜像的 然后操作系统的话 这边是Linux Windows都是可以的 然后操作系统里头如果说有应用程序 然后应用程序里头有应用数据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理解成我原来是有一台服务器里头 装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把它生成镜像 第二种是支持的类型 我们可以支持物理机 这里大家重要关注一下 物理机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虚拟机也可以支持的 但虚拟机只支持那个Waymark 然后其他云平台主机的话 是支持那个AWS和Azure 其实这里虚拟机的话 其实不好意思前面说错了 虚拟机其实支持很多的平台 因为虚拟机其实它里头还是有一个小的操作系统的 那么这个在这个操作系统里头 如果说你装上我们的这些工具的话 其实它跟物理机没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是可以支持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是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免安装 就是说你不需要在你的那个原来的这个系统上 安装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应用和插件 其实你是执行一些命令就可以了 第二个是全托款 全托管 就是你一旦启动之后呢 你就你就不需要操心了 它工具会自动执行的 自动帮你把这些所有的一些配置啊 信息啊 包括文件啊 全都迁移到云上 生成一个镜像 第三个就是多场景兼容 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啊 然后呢 还可以支持断点续传 这个尤其是在你带宽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 还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是你的带宽 可以进行一个灵活的自定义配置 因为你毕竟你的外网是有生产环境在使用的 你的迁移呢 也不能说是占用其他的这些资源的网络的资源 所以你可以自定义带宽啊 最后是一个在线迁移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啊 首先准备工作就是 首先你有公网访问 然后呢 我的云上的平台能够 能够通过你的防火墙 能够防卧到你本地的资源 然后在Linux里头呢 必须要装一个工具叫 Async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数据的同步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你要获取到阿里云账号的 这个XSK和XSsecret 就是账号密码啊 那么在迁移的过程中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填写我这里右边 给的一个user config的一个模板就可以了啊 把对应的信息传进去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写好之后呢 就是整个的迁移过程中 它可能会在云上会产生一个小的一个临时的ECS 这个ECS呢是按量的 也就是说它是专门来负责镜像的一个转化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的 等到迁移完之后它会自动的会删掉啊 然后整整整整个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些帮助文档啊 其实相对来说我设过还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方便的 你看完这个文档之后马上就可以来去做了 第二种呢就是自定义的镜像导入啊 就比如说你你你自己本地有一些镜像 比如说像OMR是可以将你里头的虚拟机导出一个标准的镜像的 那么你导完这个镜像之后呢 就直接可以在控制台里头就可以把你的镜像可以上传上去 上传完之后就就就可以了啊 但是这里要注意大家 让大家注意一点的是 就是为了保证你上传的镜像能够正常的使用配置好hostname 能够使用ATP和样子源 你一定要事先要装一个cloud-rnt的一个工具啊 只有这样的话你做出来的镜像再到云上之后使用起来才会好用啊 然后呃阿里云上的话呢 支持的那个镜像格式有两种 一种是VHD的一种是RAW的 所以如果你的格式不是这个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些第三方的格式转换工具啊 这里我这边推荐的一个是QMU的一个转换工具啊 然后转换完之后很简单了 直接在控制台里头就像我右边这边来来显示的啊 你把它先上传到OSS里头啊 然后呢再在控制台里头再去导入你的一个镜像啊 更多的一个说明可以从底下的文档来来去看 其实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工具的那个那个签运啊 那个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时间再去外面去搜一些对应的一些文档啊 去怎么样迁移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是存储类数据的迁移 那么存储当然是分几种类型的啊 第一种是跨存储迁移啊 就是我原来是在相当于是就是我们的跨存储嘛 就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直接挂的那种跨存储啊 第二个呢是方法是通过阿里云的控制台啊 第三个是OSS 嗯 import这个工具 那第四个是镜像回源 还有一个是跨区复制 最后一个补充一个是闪电力方 就是专门来进行这种大量数据要迁移上云的一个 一个产品啊 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 一个大型的一个U盘 发到你本地 然后你把所有的数据全都拷贝到这个U盘里头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快递把这个U盘啊 然后会运到我们的那个阿里云的这个生产中心 然后帮你把数据迁移过来啊 啊 闪电力方的话呢 它的容量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大的啊 可以做到上百TB上PB都没问题 那么第一种的话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跨存储的迁移 就比如说我有一台线下的服务器啊 然后是比如说是Windows的 然后Windows这边有有很多这些磁盘 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FTP啊 啊 re-seeking的一些工具来进行一个迁移 那么这个迁移过程其实就是一些第三方的工具啊 你可以来去做这件事情啊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就可以来去去迁了 第二种就是呃 OSS迁移工具啊 就是把你的数据迁移到阿里云上的对象存储里头啊 那么这个迁移的话我们有个工具叫OS Import Import的话呢支持的这个数据语言是很多种类型的啊 凡是你在市面上能够知道的公用云厂商都可以支持 然后包括你线下的呃所有的这种格式的也都可以支持 那么他有两种部署部署模式 一种是单击模式一种是分布 其实单击就是你的单次迁移数据少于30TB 单击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迁移的数据量比较大 我的建议你还是做那个多击模式会比较好 其实他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小软件啊 你下载之后然后设置好你对应的这些语言目标啊 然后一键输入 然后就可以就可以生成这个任务了啊 那么OSS迁移的方式呢是怎样的话呢 这里大家给大家讲一下 他是可以做到这个就是增量迁移的啊 首先的话呢是步骤一呢是先把历史数据全都迁移进来啊 也就是说是呃我我比如说有些数据我是历史数据不不常变化的 我会把它迁移进来 然后等到迁移的差不多的话呢 呃因为你有些数据可能还会随时的进行更改和删除 就比如说你的业务还在服务 那么你这里头的数据可能有经常有人一直改动改动来改动去的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打开这个镜像回源的方式 然后呢把把那个你的那个读写呢 就是切换到OSS里头啊 然后呢你的你的那个圆端这边呢就不会增加数据了 也就是说呃用户就说你前面用户要对数据进行修改删除的动作 全都放到OSS上啊 而不是放在你的签移源上啊 然后步骤三的话就是把一些这种新增的一些少量的数据可以快速的迁移进来啊 这就是OSS的那个import的一个工具 啊这里有一个案例就是通过从AWS的那个东京区域迁移到香港的OSS啊 大概迁移的数据量是500TB那么迁移的方式就是靠OS import的大概是一周之内就完成了 啊这里是我们具体的一个这个使用的说明说明方式啊啊1234啊 所以说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可以参考底下的一个说明文档写的很详细啊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啊都可以去大家可以去去参考 那么下面就是讲一下那个数据库的潜移啊数据库潜移我相信大家都还是比较比较重视的 因为数据库毕竟是一个呃公司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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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啊如果说丢的话可能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那么首先看一下为什么要迁移数据库到云呢啊 我如果说是迁移到数据库数据库的话到云的话有什么好处啊首先阿里云上的话数据库是有托管的数据库 那么迁移到上面的话第一个是管理会更加方便 因为是全托管的就是像做备份溶灾恢复做高可靠读解分离分库分表啊这些都是通过控制台就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了 以前可能需要一个非常资深的DBA他才可以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现在依靠托管之后你会发现可能RT刚干一两年的小白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第二件就是弹性啊数据库的话呢是在云上是可以呃做一个弹性扩展的啊比如说我原来数据库是两核四季的 我想改参把四核八季的那我只要在控制台里头把它去更改一下配置 然后呢可能发生30秒的闪断他就可以自动的进行一个纵向的拓展了啊那如果说是想要进行横向拓展就简单了我可以加止读复本对吧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进行一个横向的拓展 而第三个是敏捷敏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想一下以前如果说你在线下用的是二口数据库你想把它把改变成马西克的数据库 甚至马西克改变成二口那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如果说你是要到云上的话就会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云上用的是那个西克的这个数据库就是微软的西克的数据库 然后你想把它变成马西克的那么呃我们就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工具可以帮你做一些数据库的一些转化 而且在整个的转化过程中其实你的业务停机是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小的 第四个就是可靠啊前面我一直在强调了阿里云上的托管的数据库 绝大多数默认都是高可靠的啊除非你是因为预算啊你选那种单节点的默认都是高可靠的啊 所以说它是天然多节点的啊最后一个就是从成本来讲的话 很多线下的商用的数据库其实它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如果说买正本的license的话会非常贵 那么你如果说是用呃开源的像马西克啊或者说是一些 Postagri Secure啊它的性能也也很好 而且是呃因为是开源的啊而且是经过阿里云特殊优化的 所以说它兼顾开源啊开源的这个低成本同时又兼顾它的一个稳定和可靠啊 那么如果说迁移数据库到云上之后呢可能会对业务有些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你对因为数据库是你核心的一个 OLTP的一个一个系统啊比如说最最最最最常规的啊 呃晚上要迁移数据库了那你肯定要通知你所有的业务部门 今天晚上做账不要做了报销不要做了提流程不要做了对吧 因为我的数据库要进行迁移啊 呃我们要评估一下对业务的一个影响啊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是数据库的复杂程度我有多少个数据库数据库的版本引擎 然后我数据库的量有多大啊这些你都要进行很好的一个评估的 如果说你的数据库量非常非常大啊 然后你是用那种呃这种最它是自带了一些迁移的这种这种方式的话 你可能迁移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啊 那么所以这个要评估第三个是你的应用程序调用的复杂程度 就是你钱的有哪些应用用了哪些数据库这些依赖关系都要做好啊 啊第四个就比较重要就是一个rtorpo了啊 也就是你对迁移的要求我前面讲过一分钟都不能停的和允许停一两天的 他的迁移的难度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非常大的啊最后一个是迁移的技能 也就是说你看下你的人员啊这个技术实力有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啊 如果说不能做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购买阿里云的迁移的服务 当然也可以购买阿里云认证的合作伙伴的一些迁移的服务 他帮你做迁移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迁移其实他更多的是有很多的经验在 因为你在迁移的过程中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些呃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 那这时候有经验的人其实可以快速的去帮你去排查解决这个问题 避免去落入一个大坑啊 所以这个迁移大家也要要注意一下你自己的人有没有这方面的技能 那么呃迁移到云上的话呢 阿里云的数据库呢 我这里大概给出了一个介绍关系型的数据库呃 那瑟克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型的啊 这些我们都有对应的产品呃 你在迁移之前呃可以先根据这个来去看一下啊 有哪些是可以可以可以去兼容你的需求的啊 那么下面就是总结一下我们迁移数据库的一些基本方案 呃第一个呢是原生的方案啊 原生方案就是像呃 所有的数据库他其实本身都是有一些迁移的自带工具的 像瑪西克的话就是那个瑪西克档普 瑪西克的话就是SSMS啊 这个产品 然后Redis呢 这就是Sive啊 所以说这些工具呢原生方案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阿里云的话呢 有对应的迁移工具DTS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DTS 呃是阿里云自己专门开发的一个就是大大降低迁移难度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产品 而阿里的一个数据传输服务DTS DTS是我们专门开发的一个数据迁移的一个工具 他可以支持多种数据库员啊 什么各种数据库他都可以支持 然后他呢就可以通过专线互联网VPN这几种模式你都可以随意选 啊然后呢迁移的方式可以支持啊就是离线迁移也就说是一次性的迁移 然后也可以支持热迁移 就是想帮将迁移的时间降低到分钟级别 然后同时还可以支持数据的实时同步 哎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了 如果说通过这个DTS的话能够做到数据库的实时同步 那这样就可以做云上云下的荣灾了对吧啊 他可以支持单向同步也可以支持双向同步啊 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是数据的订阅啊 就比如说我原来是核心的马西克的数据数据库里头 我这些数据我需要有另外一个消费者 我想去订阅我这边的数据啊 有任何变动的话那边都可以记录的到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开启他的一个订阅的功能 那么这里是我们数据传输服务的一个 支持兼容的列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种不同的引擎啊 不同的牵移方式都是都是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流的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支持的 像易购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现在会介绍一个专门的一个工具叫亚当啊 全称就是Advanced Database Application Migration 呃他是一个专门牵移Oracle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呢 他其实从评估 评证评估也就是评估你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基本的环境 然后再去验证就是验证你迁移到新的这个数据库引擎里头 可能有哪些不兼容的语据 然后再到迁移的过程和测评 它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的话呢 专门是迁移Oracle的 将Oracle迁移到高度兼容Oracle的 PPS的这个这个数据库 那PPS其实就是一家商业化的PostgreSQL的一个一个引擎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呢 他在迁移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给你生成非常详细的一些报告 包括给你一些这种兼容的一些这种语句语句修改的一些建议啊都可以去实现 那么这个工具本身是免费的啊 本身是免费的啊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使用它啊 那如果说是呃自己想要用的话 如果说不了解的话呢 去也可以去请阿里云原厂的这个收费的迁移服务 或者说是认证的这些呃合作伙伴来帮你去来做这件事情啊 但是本身这个工具其实使用起来啊 我觉得学习成本不是特别高啊 大家可以可以去自己去试着用一下啊 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三款这个三种不同的迁移方式 第一种是原生工具啊 也就是大家自己就就就就可能会知道的 像自己带的一些工具可以迁移 第二种你也可以用阿里云嗯 开发的DTS的传输工具来实现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然后它迁移的话呢 会呃会比较方便啊 而且呢整个的过程是可以去把控的 我们很多很多客户其实迁移都是靠DTS去迁移的 然后另外一种是我们专门针对于oroco 哦迁移到PPAS的这个亚当的这个产品 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oroco迁移到另外一个引擎的话呢 啊它是可能它是有一点点有些语句可能它不是特别的兼容 然后有有些过程那可能是呃没有办法去去去做适配 那我们这个工具呢很好的就可以帮你去做一些前期这些兼容报告去做测试 然后包括可以帮助给你给你一些迁移的一些建议啊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如果说真的迁移失败 它还有一些毁力的一些保护就是回滚 可以帮你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回滚啊 所以说这个产品呃大家可以在迁移oroco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产品卡当 下面呢我们将拿几个典型的迁移案例做一下分享 呃首先呢是关于一个呃通过一步一步迁云 然后终于在云上实现呃灾备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看一下一期的时候呃其实客户他主要的生产还是放在北京的rdc 也就是线下啊 那么他在云上呢就是购买了一些常规的服务 像安全服务像slb和ecs当然也包括一些存储服务 那么在这其中呢有11台的服务器是常开的 那么他们开主要是做什么呢啊 就是实时的跟线下的服务器做代码的同步 然后呃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NAS的这个存储啊 是通过那个存储的一个混合阵列啊 实现云上和云下的一个一个数据的这个同步 那么当出现故障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有97台停机的服务器 我们知道呃阿里云针对于大客户是有一个停机不收费的一个服务 那么如果说线下出现故障的话呢 那么他这97台服务器就会开启啊 然后那11台服务器的代码也同时也会同步到这97台服务器里头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做一个故障的切换 那么具体的切换是怎么做呢 呃是前端是有一个DNS 那么DNS的话呢在检测到故障之后会自动的通过阿里云的智能DNS切换功能 将他的那个服务切换到云上 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将流量呢流量就是正确的呃扩展到我的云上 然后这样的话呢呃他的业务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呃二期的话呢其实他跟一期的区别是他实现了呃云上和云下两个业务同时运行的一个效果 呃也就是说 DNS呢呃可以根据你呃这个访问的这个地址呢 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流量的分发 呃就是线下的这个RDC机房也在运行业务 线上的机房也同样线上阿里云的这个环境也在同样运行业务 那么他们同时呢呃会访问呃线下的这个数据库的服务器 呃这样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呃数据这个不一致的情况 呃再后来呢他发现呃就是呃云上呢呃开启服务器相对于他云下来讲的话 呃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呃所以说他又额外呃新增了 很多的这个这个ECS的实力 然后同时又扩充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防护 那么呃呃在云上呢同时为了保证安全性呢 他也买了RDC的这个数据库的服务器 通过DTS实现云上和云下的一个呃这个同步迁移啊 那么呃正常的时候还是在呃云下的数据库来进行进行读取 那如果说在出现故障的时候 那如果说在出现故障的时候 云下如果说都出现故障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业务全都放心的迁移到云上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他分了三步走呃去走 那么终于是实现了所有的业务的一个上云 第二个案例呢是某一个呃医疗行业的一个案例 他之前是在另外一家这个云计算的这个 在在在在部署他的业务 那么他后面呢是将他所有的这些系统全一全都迁移到了 这个阿里云上那么首先呢是呃他呃通过DTS的工具呃 将数据从原来的MongoDB和Redis呢呃迁移到阿里云这边呃 然后同时呢以前他用的是采用了以前云平台的这个容器服务呃 迁移到阿里云这边的话呢直接是使用了阿里的这个呃 容器服务呃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比如说持续集成的一些服务呃 呃因为我们知道阿里云的这个呃容器服务目前支持呃 很多种像那个Docker的Swarm还有是那个K8S啊 然后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些进箱的仓库 那么同时他有一些那个物联网的一些呃 嗯系统呢是非常依赖这个消息服务的 那我们这边是给他采用了MQTT的这个服务 然后帮助他的这个物联网设备能够非常顺畅的呃 这个云上云下来进行一个消息的分发啊消息的一个一个传递啊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其他云场上迁移到阿里云的一个案例 第三个呢就是呃一个影院管理广告啊系统呢 呃他从线下迁移到云上 他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借助了阿里云的这个弹性伸缩能力 啊因为他以前的话呢是呃在每个影院这边是有一个呃 广告投放计划的那么这个这个投放计划呢 其中每一个计划大概需要五秒钟时间 然后如果说遇到一些高峰期的话呢 他可能总的一个处理时间会长达15分钟啊 他们觉得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啊 那么迁移到阿里云上之后呢 他通过弹性伸缩的功能在遇到高峰期的时候 能够快速的啊并发的部署很多台服务器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他的一个处理的速度 啊目前的话呢 已经帮助他实现了啊上万场的每天的一个一个处理速度 平时同时呢也额外就是留存了很多这种尖拨的日志记录 存放在我们的这个日志服务里头啊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使用云上弹性伸缩 来这个应对高峰期的一个场景 那么我今天讲的内容就主要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现在讲一下个看法 给大家看一下 来看 这边的课题 您可以看